我想插一句 剛才我忘記了說傳媒角色非常重要 因為一般人都要做事 他們沒有時間去法庭 看看發生甚麼事 除非關自己的事 但是傳媒接觸法庭都是比較 不是叫騙面 可以理解的未必那麼多 其中的因素當然是跟語言有關 不是說大家不懂英文 當然如果他全部用英語進行的那些情況是有難度的 但是這個又開了第二個題目 就是究竟如果發電話英文 那市民的知情權的傳媒怎麼行使呢 那這件事又跟那個相關案件的當事人 他們的權利怎麼平衡呢 當然優先的會是相關當事人的權利 譬如他們選擇英文 那傳媒聽得不是完全明白 或者市民聽得不是完全明白 那這個問題就一定存在的 所以我們會發覺從一點可以引起第二點 就是那個問題比較複雜 還有我想回應一句 就是剛才跟長毛講的所謂消費者的想法 就是說市民就是消費者 其實這個想法呢 劉國異議很厲害 這本書都說了 其實在外國裡面有人曾經提過 我們應該用什麼模式去理解司法制度呢 其中一個理解的模式就是這個所謂消費者模式 就是說其實用家是誰 司法需不需要就用家 而有回應的那個責任 或者所謂responsive consumer responsive的一個模式 有很多問題要講起 就是我相信我和黃律師 就是不敢說不敢當 其實我們真的是開過頭 我都很希望有興趣 就是要衝訊香港的司法事務 更加透明更加香港重複雜的朋友 就是跟他們一起 譬如再舉個例子 如果你說消費者的角度 打官司已經是 那個法律到底是可以的 是不是 就是怎樣給 為什麼不給 這些都是其實那個監察很弱的 是不是 法律的制度一定是要研究的 我說初步想找些什麼人 即是加入 這些公民黨那些大狀 他們也很懂法律的 你都叫他們去介入 他們看到我們這個運動的樣子 我經常見到他們 他坐在我前面 他轉頭說加入我們就給他加入 你叫他加入才行的 看他們的反應 我們陸續 就是因為今天剛剛開了 其實我都出附意料 你們這麼多人來 我想一個人都沒有 你們賣了出去之後 我們陸續會做些事情的 譬如現在有些文件 或者一些事件大家關注 或者是我們進行的事件 我們慢慢會披露給大家聽 譬如現在我們跟消化棟的交涉 我們問他這些事情 他怎樣回答 我想很少人會 就像我們兩個這樣經常問他 沒有錯誤 那我要搞清楚一下 今天梁國議員講的事情 和我講的事情 富高別責任 所以可能是梁議員寫了信 我寫了信 其實我們有些朋友 會想幫幫我們 那些人 有什麼人幫幫幫你 他就是會走出來 就走出來 這個他走出來 可以經過選擇 你可以知道很大的壓力 去爭取司法 事務的改革 是很大的壓力 其實是否整個體制都要改革 你們認為這樣 現在是不適合到時代的需要 根本就覺得 現在是香港的事務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增加透明度 他們內部問責要有所根據 對於廣大的用家市民 應該更加採取一個 接受問責的態度 因為這些觀點 我想香港是不會常常有的 都覺得司法獨立 司法軍人很尊貴 我們去廣東我們都不明白 其實如果你說一個司法的事務 是說不明白 是很恐怖的 我們不會說行政 特首說的話我們不明白 我們很滿意的 又不會說長毛說的話 不明白我們很滿意 立法會議員 我不明白被人罵 他們說什麼 他們的編曲就是 司法 司法 說不明白 好像沒有人敢問 你們說什麼 我希望 我自己個人希望 陳和馬獨立上 我會盡力 問清楚一些 看看他有報告的 有報復 還有我想補充一點點 就是剛才提到 大家也提到 有沒有什麼跟進 我想一樣 就是很值得去研究 或者做的 就是說 令傳媒 或者公眾有所顧忌的 一些相關法 比如說美事法庭的法律 或者是那些所謂 防御司法公正的法律 因為很多時候 尤其是外國的經驗 也是 當傳媒或者記者 放心去寫的時間 都出事 這種出事 可能是 他未必好知道 相關的法律 比如 香港有一個很清晰的法律 就是 你不可以干擾一些 進行的案件 英文就叫 或者拉丁曼 這個叫做 大家都聽過 這個規定 其實不是所有國家都有 就是有些國家有 有些是強 有些是弱些 我們在那個系統裡面 我們的英國這個法律傳承 或者叫traditional 在香港是有的 而且很強的 就是很容易就觸犯 有些地方就很鬆很鬆 去台灣 差不多說什麼都行 所以 其實這有很多關係 有很多人 為什麼不敢 去視線這方面 因為就是怕出事 因為法律是什麼 其實那些法律 是非常之多 因為它很多是保護法的東西 當然 真的要放在心裡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 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也不知道有沒有人支持 就是譬如 兩位議員兩位都可以 都可以一起做 就是什麼呢 我們搞一些 不要叫課程 搞一些講總 就是講一下這方面 請全部朋友來參加一下 或者市民 就是都聽一下 譬如說 怎麼為之律師發展 那其實都很重要 那我最近都看一些舊案例 可能在說 譬如說五十年前的案例 那我都發覺 其實以前在英國 都很嚴很嚴 即是有個案例 簡直說 你要批評 就算是案過了之後 你要批評案的判決 你要用很冷靜 和很溫文的方法 你英文的方法 靜靜 你英文的方法 當然現在的時代 有所不同 可能人都未必跟得那麼足 或者法律也有所改變 法律也有所改變 但是呢 即是當你接觸在這件事上的時間 為什麼那些人不敢用一個語言 去批評案件的判決呢 譬如他可能批評政府 即行政務的方法 什麼字都剛剛寫出來 是吧 平坡 不要報告 報知也都有 但是呢 去到這個範疇 大家就會很小心 那可以理解的 為什麼要求小心 因為要專用法治 你不可以意見的 但是那條線怎麼說呢 這條線是否可以有所改動呢 譬如有所考慮 國際人權的準則有所改動的時間 譬如說言論自由 譬如說司法責任的問題 司法責任的監管問題等等 那如果沒有了言論 又如何去執行呢 如何去具體化呢 那民主的價值如何去體現呢 民主社會又怎麼可以有進步呢 等等 所以這個 如果廣培是我們想做的 我自己希望有機會做到那些事情 是的 表示法庭的恐怖 我記得我有一次去 我寫了報告 我寫了一個紙片詞 我自己的專欄都不能登 我自己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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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 所以那個 你都看到那些人是 第一很跟心 那些人是 第二就是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最好就是不要做了 不好做就一定沒事的 我對港大師說很有道理 大家有一個更加合乎理性 合乎人情 對社會的大眾有幫助 而理解又好些了 當然這裏也牽涉 因為其實法庭有兩個方面 都可以有權力去處理 法庭本身都可以 尤其是如果有案件審刊的時候 他有權力立刻去處理 另一方面就是檢控方法 就是說律政司 律政司他怎樣去行使他的檢控權 尤其是在這些範疾方面 非常重要 就是說他有多公正 他的考慮點是什麼 這些很重要 其實我們 或者我自己希望的 就是不單是剛才所說的 如果牽涉到起訴的權力 或者準則的方面 都一樣可以談判 就是說在某一件案件裡面 譬如尤其是牽涉為批評某些司法案件的時間 而有人被起訴 那那個起訴是否基於已經被接納的準則呢 是否公平呢 是否考慮了公眾利益呢 又或者如果不起訴 某些案件又是怎樣 所以這個的我們叫司法公主運動 其實可能 遲些會 所以按需要可能會將法律樓適當地擴展一下都不行 因為我要開始訴 因為我要開始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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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曾蔡蔭權 哈哈哈哈哈 你走會 你不去就怎樣 我走會 早點說我去示威 哈哈哈哈 你不是,我去開始訴 我應該沒有… 不是,你有黃律師 你拿了卡片嗎 有了 不是,是律師卡片 是報告卡片 不是,即是你來的卡片 哈哈哈 安全片 但是再見 我們很快就有新… 我開始署了 我開始署了 你有沒有犯 你有沒有犯人的 好像說你放了… 放了簽證 放了嗎 天台報道 日本以無條件釋放簽證 我們現在是抗議他